欢迎大家收看以哈战争快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内塔尼亚背负的安全先生形象逐渐消退 对手们希望他下台 霍克的朋友曾担任美国、印度尼西亚和以色列的大使 塔塔赫纳和加莱斯带领奥兰多城 在系列赛首场比赛中以1比0击败纳什维尔 在批评声中 加拿大坚持呼吁人道停火 而非停火协议 但表示全世界都在关注 以色列人质的家属会见特鲁多 要求沃泰华采取更多行动以确保他们的释放 请大家收看 内塔尼亚背负的安全先生形象逐渐消退 对手们希望他下台 日本时报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在2015年竞选广告中 被描绘成一个可以照顾国家儿童的BB保姆 该广告正在社交媒体上重新流传 在最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暴力冲突后 该广告与哈马斯成员杀害以色列儿童的尽头并致 该广告旨在提醒选民 内塔尼亚胡被认为具有的力量和保护以色列公民的能力 霍克的朋友曾担任美国、印度尼西亚和以色列的大使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学者、外交官和运动员罗登 达尔林普尔去世享年93岁 达尔林普尔在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寻找身份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担任过多个外交职务 包括驻美国大使和驻日本大使 他还是与东亚更紧密接触的坚定倡导者 并撰写了一本名为《大陆飘移》 澳大利亚寻求区域身份的书籍 达尔林普尔的妻子 两个孩子和孙子女依然健在 塔塔赫纳和加莱斯带领奥兰多城 在系列赛首场比赛中以1比0击败纳什维尔 美联社 奥兰多城在周一晚上以1比0击败纳什维尔SC 取得了他们的季后赛系列赛的首回合胜利 威尔德、卡塔赫纳在第41分中打进了比赛中唯一的进球 而门将佩德罗、加莱斯则以三次扑就保持了零风 这场胜利使得奥兰多城在11月7日 在纳什维尔进行的第二回合比赛中处于有利位置 在批评声中 加拿大坚持呼吁人道停火 而非停火协议 但表示全世界都在关注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人质家属呼吁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将他们的释放 至于以色列、哈马斯冲突的人道停火之上 这些家属敦促特鲁多政府领导多边联盟 为被哈马斯绑架的239名人质 其中包括33名儿童争取释放 他们还呼吁加拿大对卡塔尔和土耳其 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因为这两个国家为哈马斯提供了基地和庇护所 代表加拿大巴勒斯坦裔的一个组织 也拒绝了加拿大对人道暂停的支持 并呼吁立即停火 特鲁多政府坚持应优先实现停火 并呼吁进行人道暂停 加拿大外交部长梅兰妮 乔丽表示 加拿大敦促克制 以色列有权自卫 但他如何自卫也很重要 我认为国际社会正在关注当前的情况 以色列人质的家属会见特鲁多 要求沃泰华采取更多行动 以确保他们的释放 加拿大环球邮报 据报道 被哈马斯战士绑架 并据称被囚禁在加沙地带的人的家属 已飞往沃泰华与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会面 几位家属恳求加大努力 以解救他们的亲人 多伦多的量子物理学家阿哈伦 布罗杜奇举起了他的嫂子 和他的三个孩子的照片 他们在哈马斯战时 于10月7日袭击以色列南部后被绑架 其他家属也谈到了他们被绑架的亲人 一个巨大的误会 被指控在犹太博物馆外 做纳粹禁礼的男子们 便称无罪 澳洲ABC 三名男子对在悉尼一家 犹太博物馆外行为冒犯 和故意展示纳粹象征的指控 表示不认罪 这三名男子在10月份被控 警方接到报警后前往博物馆 据称纳粹禁礼发生在那里 其中一名男子的律师表示 他们没有内粹同情的历史 也没有发现任何内粹物品 律师将这起事件描述为巨大的误会 并表示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无关 此案将于1月份再次开庭 日本工业生产增长低于共识 日本央行即将召开会议 雅虎 日本工业生产在9月份同比上升了0.2% 较上个月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2.5%增长 为日本银行BOJ提供了新的证据 表明经济复苏仍然不稳定 这些令人失望的数据 出现在日本面临外部需求可能降温的风险之际 包括以色列 哈马斯冲突和美中之间持续的地缘政治竞争 可能产生更多的官方和非官方贸易壁垒 沃泰华警告加拿大人 在黎巴嫩的时候尽快离开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政府已告知在黎巴嫩的公民 自行离开该国 警告称 如果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冲突加剧 可能无法进行撤离 沃泰华还表示 正在与加拿大军方合作 为可能的撤离做准备 超过17000名加拿大人 已在加拿大全球事务部登记在黎巴嫩 政府已警告公民 不应依赖政府寻求帮助 撤离是罕见的 拜登和德克萨斯州 关于边境问题的法律战争 解释如下 英国独立报 拜登政府和德克萨斯州领导人 就该州与墨西哥的国际边境命运 展开了一系列争端 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 阿伯特宣称 该州正面临入侵 并实施了引发拜登政府强烈反应的 有争议的边境政策 联邦政府对德克萨斯州 安装带有刀刃的浮动边境屏障 和在里奥格兰德河上 修建1000英尺刀的墙 提起了诉讼 然而 最近的法院裁决 阻止了联邦政府 进行过多修改 加沙地带的联合国机构表示 紧急停火 对数百万巴勒斯坦人来说是 生死攸关的问题 多伦多新报 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事务机构的负责人 呼吁以色列和哈马斯 立即进行人道主义停火 菲利普 拉扎里尼警告说 如果公民秩序进一步崩溃 联合国机构将极难继续运作 拉扎里尼还指责以色列 对巴勒斯坦人实施集体惩罚 和强迫平民流离失所 联合国警告 加沙地带面临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局势 已有超过8300人死亡 数万人受伤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 已有超过3400名儿童死亡 超过6300人受伤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的观察员 也是六度简报的常驻主持人 今天 我将为大家带来一些新闻内容的总结和分析 首先 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背负的安全先生形象正在消退 对手们希望他下台 他在竞选广告中被描绘成一个可以照顾国家儿童的BB保姆 但最近的暴力冲突使得这个形象受到了挑战 这凸显了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以色列面临的挑战和批评 接下来 澳大利亚学者和外交官罗登达尔林普尔去世 这是一个令人惋惜的消息 他在亚太地区寻找澳大利亚身份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并担任过多个外交职务 他的离世 对于与他有关的人和澳大利亚外交界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在体育方面 奥兰多城在季后赛中取得了首回合的胜利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他们以1比0击败纳什维尔SC 为第二回合比赛奠定了有力的位置 维尔德、卡塔赫纳在比赛中打进了唯一的禁球 而门将佩德罗、加莱斯则表现出色 保持了临风 我们期待着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的表现 在国际事务中 加拿大政府对以色列、哈马斯冲突发出呼吁 要求人道停火 人质家属敦促特鲁多政府 为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争取释放 并呼吁加拿大对卡塔尔和土耳其 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加拿大外交部长表示 加拿大敦促克制 同时呼吁进行人道暂停 这显示了加拿大对于解决冲突的重视和努力 此外 被哈马斯战士绑架的以色列人质的家属 会见特鲁多 要求加大努力以确保他们的释放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我们希望他们的亲人能够平安回家 接下来是一起有争议的事件 三名男子被指控在悉尼一家犹太博物馆外 做纳粹敬礼 但他们便称无罪 他们的律师表示 这是一个巨大的误会 并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无关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案件的进展 在经济方面 日本工业生产增长低于预期 这给日本经济复苏带来了不稳定因素 外部需求可能降温 包括以色列 哈马斯冲突和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 可能导致更多的贸易壁垒 这需要日本采取措施来稳定经济 最后 加拿大政府警告在黎巴嫩的公民 尽快离开 以防冲突升级导致无法撤离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 政府已经准备好进行撤离 但也提醒公民 不要依赖政府寻求帮助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和分析 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